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我们要做一个大众塔罗占卜 那跟之前 今天走疗愈系 今天的主题是老天什么时候 以及如何会还我公道 老天要怎么样子可以还我公道 什么时候会还我公道 那么跟之前的这个正义 什么时候得到伸张 是类似的主题 只是我们今天是以老天宇宙等等 什么时候会还你一个公道 所以呢 我们这边 会用这个三张不同的审判牌 审判牌 今天不用正义牌 用审判牌来选 选择一个你最有感应的一组牌 那么 如果你需要更多时间的话 你可以暂停影片 那我们来看一下 就是 公道什么时候 会 老天什么时候会还你一个公道 还有如何会还给你一个公道 OK 那时间轴我会写在下面的description box里面 还有这个max message 下面的这个留言区的地方 那么我们就从第一组开始啰 Hello Hello 第一组我们来看一下 你的正义 或者是你的这个公道 老天什么时候会还你一个公道 然后还有 如何还你一个公道 第一个我们要看的是 对方目前的一个状况 OK 对方目前就是做尽坏事的这个对方 OK 现在对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跟状况 这个坏蛋呢 最近的状态跟状况是如何的 OK 欺负你的人 他们现在目前的状态 以及状况是如何 对方目前的状况跟状态是如何的呢 已经跳出来了 是一个这个 愚人牌 愚人牌 好的 愚人牌的话呢 我第一个看到这个 我就想说 目前的这个对方是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 我看到这张牌 我就想到归零 因为这是一张零号牌 对吧 所以呢 我觉得他可能现在目前处于一个归零的状态 不管他之前是多么的风光 多么的这个 就是不得了啊 OK 但是呢 现在一切要重新归零 重新开始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所以对方现在是处于要 重新要开始 一切归零 然后要从 比如说 有可能他要从底层开始 有可能是要从 完全从头来过 也有可能是钱财没有了 他要从头再累积他的这个声望 从头去累积他的很多的各个部分 OK 因为这是愚人牌嘛 他当然也可以代表是一个事情的最后的一个终结结尾的部分 也可以代表一个一开始的部分 他是一个零号牌 所以我想 不管怎么样子 他最后现在就是目前的状态 是一个归零的状态 然后要重新出发 重新去 要追寻他自己想要 应该真正想要得到的东西是什么 这是一张大牌 所以是一个蛮大的一个 蛮重大的一个人生的转 转变 人生的一个 他有很多东西他要重新来过 OK 不管他现在是几岁 他必须要重新归零 重新来过 这是他目前的状态 那当然这个也有可能 他有一点点支持的 不敢去踏出第一步 因为这个也是 你看前面是一个悬崖 那通常我们看到 鱼人牌也是说 你就是要归零 要重新保持乐观 你要踏出下一步 你要冒一点险 这个也是一样 因为他现在变成 他要去做一个 比较冒险的一个举动 然后他必须要选择 去踏出第一步 要不然的话 他只有在原地踏步 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他全部一切 现在归零 要重新开始 然后这个我觉得也要 就是让他要保持 初心 然后要他 就是要善良 因为这个是一个 就是比较天真无邪的 一个能量 所以就是不能在 就是那种耍心机啊 面对别人啊 或者甚至是要 你知道从 比如说从 在公司里面的话 就是要从基层做起啊 或者是那种 比较被人家使唤 那样子的一个感觉 所以就是不管在哪里的话 甚至是在感情 也是那种归零 要重新开始 OK 的一个状态 那么现在这个是 他的状态哦 那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他会受到 他的惩罚 或者他的审判 是什么样子的 一个审判呢 OK 他的审判是什么 对他的最大的惩罚 会是什么 他会受到的最大的惩罚 会是什么 他将会受到 什么样子的一个惩罚 他会受到一个 什么样子的一个惩罚 这一个人会受到 什么样子的惩罚 欺负一号的人 他们会受到 什么样子的一个惩罚 又是一张大牌 Devil 他会受到一个什么样子的惩罚 这个是一个 我觉得他会受到非常非常 最大的惩罚 其实就是给他一样 给他非常多的诱惑 然后诱惑很多 然后还有这张牌呢 恶魔的恶魔牌 这张牌 他代表的还有就是 你看他是被chained up OK 有点像这种奴仆的这种感觉 就是不停的要 必须要听别人的指示 然后对某一个人特别的依赖 这个有可能是一个 有权有势的人 对不对 或者是说 必须他应该要被听从的人 一个有可能很厉害的一个人 他是这一个 下面被完全被 怎么讲奴役的 这样子的一个角色 那当然这也有可能 他会对某一件事情 特别的中毒 特别的依赖 中毒的话 比如说药物的依赖 酒精的依赖 这样子的一个状态 那也有可能 他是变成一个工作狂 不停不停工作 就是任何东西 特别特别的 仰赖他 依赖他 或者我们比如说像 比如说shopping 就是那种 有人那种购物狂 你就是没有办法不买东西 之类的 就是像这样子的一个部分 他对某一件东西 是特别特别的 依赖啊 中毒啦 或者我们这个讲说 比如说天天看电视啦 玩电动啊 对就是 非常过分的投入 在某一件事情当中 然后 以至于其他所有的东西 都被荒废了 OK 所以他也有可能 变成一个酒精中毒者啊 药物养赖者啊 之类的 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那就是他会 我觉得还有这一张牌 他也代表的是 非常非常多的诱惑 很多很多的诱惑 可能很多人会想要 诱惑他去做一些 当然这个诱惑 一定是一个 会要付出相对的代价 的一个一件事情 好像外表看起来 是光鲜亮丽的那种样子 但是实际上是有 许多许多的代价 是必须要支出 要付出的 因为我觉得出现 这一张牌的话 我觉得这个人 因为他是要全部 重新归零的 的关系 我觉得他会很喜欢 就是走那种 捷径那样子的一个意思 所以只要有任何人 可以offer他一个捷径 他就会很想要去 走这样子的一个捷径 但是最后付出来的代价 会是非常非常的大的 比如说就会变成要 一直听命于某一个人 因为你看这边有一个锁链 就被这样子锁链住了 被链住了这种感觉 那我觉得也就是听命于人 那比如说如果在关系里面 比如说在像爱情的关系里面 也变成他是特别听令于 如果他比如说他是 你是今天看这个影片 我们现在讲一个例子 比如说他是之前 哇好像那种专门欺负你 虐待你那种 那么他现在的这个的话 就是变成是 关系可能是倒过来的 他是被别人锁链住 然后奴役啊之类 我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OK 就是有绿到 终于遇到一个 比他更强更厉害的人 然后他不得不低头 不得不听命于那一个人 然后那个人也当然是会用非常多的那种甜头啦 很多那种其他的一些很多的诱惑的话语啦 来就是有点这样蒙蔽他 让他觉得哇他好像是得到了一个什么甜头一样 但实际上他其实是被锁链住的这种 OK 那个这个就是对他的最大的一个惩罚 要听命于某一个人锁链住他 然后对这个不管人事物 都有一种特别的一个依赖这样子 好 那么我们最后来看 给你的一个建议 我们先来看给你的一个建议 最后最后我们会来抽一个时间点 好先我们来看一下点你的建议给一号牌组呢 有什么样子的一个建议哦 那我觉得这个建议是说你要审判还有一个意思哦 因为这个是对他的审判 但这个审判还有一个意思是 我觉得是一个重生的意思 你现在如果终于可以逃脱出来的话 有给你一个或者你可能还深陷其中哦 现在那么你要怎么样子可以获得重生 怎么样子呢 可以逃脱这样子的一个枷锁 你看我给你的一个建议 一号牌组给一号牌组的一个建议哦 给一号牌组的一个建议 给一号牌组的一个建议 牌不太跳出来 我再洗一次 如果不行的话我就抽牌 全帐皇后 给你的建议是全帐皇后 我觉得底牌是这个圣杯国王 底牌 底牌这个圣杯国王加上这个全帐皇后 刚好是一个阴阳我觉得你要表现的是一个比较 我觉得要平衡 那这一张的话 底牌是这一个圣杯国王它其实代表是一个非常EQ很高的 然后情绪是非常稳定的 几乎是让人家没有办法看出 看穿他到底在想些什么的这样子的一个 一个 的一个一个人物 OK 这样子的一个 个性吧 所以我觉得给你的建议就是要你哦 你这是喜怒呢不能行于色 因为国王是非常不行于色 圣杯国王这张牌是喜怒不行于色 人家嗯他的这个内心可能波涛汹涌非常非常的有爱啊 有很多很多的这种哇可能生气啦等等 但是他但是在表面上面他是看不出来的 而且他看感觉的话好像哦 一视同仁非常非常的nice 你知道有一些人就是我们 我真的是心机重的 比如说像是我爸 他躺着就中枪了 嗯就我们平常不管在外面说 人家跟人家说他有多讨厌多坏 嗯没有人相信 因为他平常就是你知道 非感觉就是好像人很好的那种 所以这个我觉得就是就是像这样子哦 要是给你的建议就是你要做这样子的 别人呃 你要当然不是说这样你要耍什么心机 我觉得当然是内外要一致是最好的 但是呢如果这有点困难的话 至少呢就是不要落给有这种任何的把柄 可以让别人说 也就是说你尽量可以做到你就是在外面的这种人员啦等等都做得非常的好 让别人就是你知道无懈可击 让别人再也找不到你的任何的这种缺点可以攻击你 这边也是一个这个全权女皇哦这个才是你真正的抽到的那个卡这个是那个底牌所以我觉得底牌你要有这样子的一个感觉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隐藏性的因为这是底牌的关系所以是一个隐藏的你内心其实是可能波涛汹汹但是你要记得是喜� 不要不要不要那么的行于色让别人真的都一下就看出看穿了你在想些什么那么 我觉得这张牌也很有趣哦是一个权权皇后权权皇后就是非常开心开朗的所以我觉得你的外表真的就是要开心开朗然后非常的得人缘这个就是给你的一个advice 嗯要让别人开始因为有可能哦这个欺负你的人说不定他是你知道出去第一个有可能是别人完全不会相信我不晓得会有为什么有这样子一个讯息哦突然跑进了是就说有可能是欺负你的这个人在外面哦他们他们你如果跟人家讲都不会有人相信的这种你反而我觉得是这个是如果是这个我讲的是有有有有对应到的话那么我觉得你要变成像这样子的人就是 当然不是说你要去欺负别人然后别人都不相信我的意思是说你要做一个就是让别人相信你的话而不相信对方的话你懂我的意思吗就是你要做人是非常非常成功的然后非常的人家对你的话是完全不会去怀疑的这种这个是非常乐观非常的这种好善乐师然后我觉得当然这张这两张牌 我都因为你看这是外表这是内心所以你内心还是要非常的柔软非常的nice对别人都很好很有这种同情心同理心等等我觉得这些都是需要但是你的外表是你的把你的人员要弄得很好这个权杖皇后的这张牌呢他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的热情 然后奔放开心的一个人我觉得当然你被这样子的人欺负的话你绝对一定不开心开心不起来你甚至可能有点忧郁哦所以给你的advice要让你开始开心起来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做自己开心的事情 然后呢尽量把你的情绝调节到非常的平稳不要让别人轻易的就可以看穿你到底在想什么做就是在想什么然后轻易的可以看穿这样子的话 嗯而且把你的心情尽量的平静一点OK这个我觉得这个这样子的方式其实嗯当然第一个你的人员变好了你的朋友变多了以后来帮助你的人员会变多了不会再有人嗯会那种冷眼旁观看你这样子被欺负对吧 而且如果嗯而且我觉得这两张嗯这个底牌哦还是有一个蛮有趣的是因为这一张圣杯国王也是一个比较不太轻易把自己很多的事情说出来的他比较行动默默的行动的这一种那么嗯权杖皇后的这一张牌其实我告诉我觉得你可能内心其实是一个比较像这样子的就是不太跟人家分享很多的事情啊等等但是叫你要变成一个权杖皇后 我觉得如果真的有人欺负你有人嗯对你不好等等哦你要说出来因为没有说出来的话别人也不知道有这样子的事情无从能够帮助你你要变得一个比较能够比较开朗一点然后比较嗯嗯我觉得让人家可以亲近你多一些的因为其实圣杯国王哦嗯有的时候他是会有一点点难以接近OK会感觉好像有点冷 嗯虽然他心里面非常的这种波涛汹涌哇情绪很很丰富的这样子可是是看不太出来的我觉得要让你变得比较这种开心开朗这样子的感觉哦那我们好这是给你的一个建议哦这样子的话也可以让你的这种人际呀都变得更好然后嗯也可以他们能够也一起帮助你来走出来这样子的一个事情 呃一个事情还有呃呃这也是你得到重生的一个方式OK好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嗯我们来看一下呃什么时候这个对欺负你的人的这个打坏蛋呢会嗯你什么时候可以看到他得到他的 这个报应的这个报应哦或者是说嗯什么时候老天会还你这个公道呢我们因为大众占卜所以我就多抽几张我们抽抽三张时间点哦所以你们可能对应看一下还有就是我的时间卡的话也没有写年哦所以这个有可能快有可能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咯OK这个第一个Next Year明年你可能会 看到就是这个人有可能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这是惩罚嘛所以这个这个惩罚有可能会发生在明年那他现在的状态是这个要重新出发的状态对吧好Halloween这个是呃如果你看影片就是我上传影片这个时候看到的话那有可能是这个Halloween也有可能是明年的Halloween或者是某一年的一个这个圣 这个是万圣节哦这个是万圣节哦十月三十一号所以这还蛮有趣的因为这是恶魔牌十月三十一号我觉得very very fitting OK第三张时间点 OK你的生日所以会在会给你一个生给你的生日礼物 那我觉得这个生日礼物也有可能是你得到重生的这个部分哦重生嘛生日right或者是说你真的会在这个生你的生日那一天听到一个这个人得到一个很这种惩罚啦或者这种报应啦等等哦嗯算是给你的一个生日礼物这哇老天给你的公道会出现在你的生日那一天听起来好像还不错OK 所以这个呢就是给一号牌组的一个解牌哦希望今天走这个疗愈系有小小的安慰到你哦嗯然后也祝福你可以得到重生然后可以走出这样子的一个阴霸哦然后坏蛋的话他们都会有各自应该要得到的一个报应好不好那谢谢你们的观赏然后如果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那也不要忘记把我分享订阅还有按赞嗯 还有这个开启小铃铛那么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拜拜 2号牌组 2号牌组 我们来看一看哦欺负你的人什么时候呢会得到他应有的报应呢 OK那么呃第一个我们要来看他目前的状态跟状况是什么样子的 这个欺负你的人他们目前现在马上的这个状态跟状况他们目前正在 这个状态的这个状态还有状态是如何的呢 他目前的状态跟状态这个欺负你的人他们目前的状态跟状态 你们的牌都 都是一叠一叠飞出来 目前这一个 这个2号牌组 欺负2号牌组的这个人 他们的 状态跟状态是什么样子的 他们目前的状态跟状态 欺负2号牌组他们目前的状态跟状态是什么样子 欺负2号牌组他们的状态 我再洗最后一轮如果还是没有 牌跳出来的话我们就用抽的 这张 权杖 逝者 这张应该是权杖逝者 OK 权杖逝者的话呢 他现在是一个 讲了你们可能会不太开心 第一个我看到权杖逝者的话 他其实是一个还是蛮 开朗啊 开心的一个状态 就是非常的热情去 还在追求他自己的梦想 那当然 我觉得 这张牌出现的话呢 因为是逝者的关系 所以逝者 还有骑士 然后再来 女皇国王嘛 所以等于是在这个 Corkar里面的话 他也是一个比较新的一个能量 所以他还在最基本的 在最初的阶段 OK 他也没有还没有达到真的是 你知道 登峰告 造极 这样子 他还是在追求他要追求的东西 他还在 就是你知道 我觉得这张牌出现有那种 比较庸庸碌碌的感觉 因为就是你知道 一直在 忙着去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或者是说 就这个人非常的忙 他还是处于在这种跑腿的阶段 当然我不管啦 他现在他可能他的职位是很高的经理 OK 老板甚至 但是呢 但是不管是怎么样 他因为出现了这一张牌 他的状态是什么样子 就是他即使是老板级的人物 或者是他的这个职位有多高 他实际上面是还是 他就是这种并不是真正达到最终的这种 非常高的一个顶点 他还是这种要不停的追求 不停的要 很庸碌 很 奔波 OK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因为他是一个 就是还有他还有很多东西必须要去学 然后还有可能是要必须要去 适者 是一个messenger OK 在古 就是古时候的这个塔罗牌 古时候的 四张适者牌 他就是要听命于别人的牌 他要帮别人做跑腿的事情的牌 所以他即使他的这个职位很高的话 他可能一山还有一山高 对吧 所以他即使是老板 还有比他更厉害的老板 他就还要听于那一个老板的话 他要被 那个这个老板去 指示他要去做什么什么样子的事情 所以就是他还是处于在一个很 初级的阶段 就是永远呢 就是等于说 想要追求那个最高的境界是 他还是在一个很 比较 比较 刚开始啦 OK 这样子的一个 感觉 就是他还是没有达到他真正想要达到的 他还是不停的在追求 不停的在 在 在 劳碌的这种感觉 OK 只是这张适者的话 我觉得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因为他是火象的适者的关系 所以他也有这种 他也有一个TENDENCY 就是有一个倾向是 他会很容易 三分钟热度 OK 很容易三分钟热度 就对这件东西 哇好有兴趣喔 然后他就赶快投入好多好多的心力啊 精神啊 在 在这一间东西上面 但是他很快他就会没有兴趣了 就不想要做 所以他其实就是要得到 真正想要得到成功的的话 也是有点困难的原因 就是在于 他每一件东西都是 虎头蛇尾 OK 就是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东西 他是很有持久性的 他都是一开始一头热以后后面他就 他就做不下去了 没有后面的这个后继 无力的这种感觉 是这样子的 这张牌有的时候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OK 所以这个是他目前的一个状态 他还跟状况 就是他一直还是对很多东西 哇好有兴趣喔 但是 做一下下 他就觉得 啊好无聊 不想做了 好困难喔 我不想做了 哇好烦喔 好麻烦 好辛苦喔 我不想做了 所以就是他如果真的想要得到成功的话 我觉得也是 有一点困难度的 那么如果他真的是一个什么 像我们刚才说的是什么老板级啦 职位很高啦 那他还是 实际上他的位子 他的头衔 可能很厉害 但是实际上他要做的 很多的事情其实是 还是跟那种小喽啰一样的这种感觉 OK 好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他这个 对他的最大的惩罚 对他的最大的惩罚会是什么 对他的最大的惩罚 对他的惩罚会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或者是他会收 老天会给他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惩罚 权权权 还蛮适合他 还蛮适合他 都是一个 都是权权 我觉得 这个 哇 这个超厉害的 OK 我们刚才在讲嘛 他就是觉得 哇 好辛苦喔 我就不想要做了 然后 就是那种三分钟热度啊 等等 然后常常就是被人家 知识 就不管他级别多高 也是那种不要被指使的这种的 呃 的 那种就小喽啰那样子 OK 给他最大的惩罚 或者是说给他的一个报应是什么 出现了权杖石 权杖石是什么 责任 压力 OK 负担 所以这是给他最大的惩罚 所以他的审判 或者他 会给你的这个公道 就是其实要给他很多 很多的压力 很多很多的负担 他这个 因为他的 目前的状态也是这样嘛 他就是不想要 不喜欢 负责 因为权杖石者 还有一个是什么 他就是不喜欢 他喜欢自由自在 他不想要被束缚 不想要 做很多辛苦的事情 Right 所以呢 给他最大的惩罚 就是要给他很多很多的压力 他必须要去达成某一件事情 必须 比如说如果是 Sales的话 他要有一个业绩的压力 Right 或者是说他可能有家庭的压力 他现在要养家了 他要糊口 他要怎么什么 所以给他最大的惩罚 就是给他非常非常多的这种责任 还有 而且这个是你知道 当然是他自己愿意去扛的 这个责任 或者是说别人给他的这种责任 OK 命令他 他必须要去达到的 这样子的一个责任 还有这个负担 压力等等 所以给他的最大的一个惩罚 就是给他很多很多的压力 承受不住的一个压力 OK 而且这张是最后一张牌 就是不停让他重复这样子的 就是给他很多的压力 每当他觉得他可能你知道 这个东西都终于没有了 这些事情终于做完了 再给他 再给他 就是让他永远都是很辛苦 很奔波 很劳碌的这种感觉 给他的就是一个最大的一个惩罚 好 那么这是给他的惩罚 我们现在来看 OK 如果 比如说我刚刚讲的比较像是 在公司里面 给他很多责任 很多事情 比如说如果这个人是一个 欺负你的人 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前女友 前男友 或前老公 前老婆 什么之类的 那这个我刚刚也有 另外一个 比如说跟家庭也有关系 哇 可能是被婆婆 被公公 折磨 或者是被丈母娘 丈岳父 折磨 这种感觉 也算 OK也算 就是他别人给他很多很多这种压力 他必须要去 不得不接受 OK 或者是老公老婆 现在的老公老婆 或者以后的老公老婆 小孩 等等 各式各样 自己的爸爸妈妈 whatever 如果家庭的任何人 必须他要承担这样子的一个压力 这是泄不掉的压力 自己找来的压力 OK 我们现在来看哦 给你的advice 给你的建议是什么 给二号牌组 你的建议是什么 因为呢 审判这张牌 它也代表的就是说 重生 所以呢 给他 给你一个公道 还你一个公道 以及让你可以重生 我们来看一下哦 给你的建议是什么样子哦 哇 这张牌超快就出来 审杯皇后 哇 下面是金币耶 金币四折 哇两张 哎 你下面还有一个justice 嗯 不错不错 又有这个wish come true 星星牌 这些 这应该是出现比较后面哦 所以还是会有一段时间了 所以我在想 你这一个正义可能公道啦 或者你可以看到这个公道 或正义可能还要一段时间 当然我们等一下会抽时间点的部分 那我们就直接看 直接看这个 最下面的底牌 就是这个 金币试者 金币试者非常好的牌 为什么 他是一步一脚印 非常非常踏实的 跟这个像权杖啊 比较有一点点不太一样的 就不是那种半途而废 然后 持续力不够的这种 所以给你的一个advice是什么呢 给你的advice 就是要让你 非常的扎实 非常的踏实的 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以及呢 这个圣杯皇后 我觉得给你的 给你的建议哦 这个超难做的 我相信 要同情 非常 因为圣杯皇后是什么 非常有同情心 同理心 非常的温柔 OK 这不管你们 你看现在看影片的 你们是男生还是女生 就是非常的温柔 非常的体贴 善解人意 甚至他们还有一点 这个 这个圣杯皇后这张牌 甚至还有一点这种 直觉力是非常非常好的 感受力是很厉害的 所以给你的建议是 让你可以同理心 同情心 对 对别人 我知道因为你被欺负了 你要对他有同理心 跟同情心 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啊 但是我觉得出现这张牌是 让你也能够 同理心跟同情心 对这些人 就是不管 他是伤害你的人 任何的人 伤害你的人 还是 帮助你的人 就是对任何人 你都应该要有 同理心同情心 他们 你知道可恨之人 必有可怜之处 我们只是没有看到 他那个可怜的地方而已 说不定他其实 就是我觉得世界上 没有东西是黑白的 对吧 我也不是想要劝你说 放仇恨放下 我也有那种讨厌到死 我就想说 就是要他死 就是要恨死他 讨厌死他了 我希望他可以有 所有的坏事都发现在他身上 当然也有可能 真的发生在他身上 我又会有点 于心不忍 因为我觉得 出现圣杯皇后 我相信你们 应该也有一点点 这样 就是嘴巴好像 有的时候会讲一些什么 但是可能 但是实际上 也许并不是真的 这样子 OK 但不管怎么样 圣杯皇后 给你的建议 就是让你能够 有同理心 跟同情心 因为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可恨之人 一定也有可怜之处 你就想他可怜的地方 你想说 他欺负你 他因为你知道 他可能超自卑的呀 他 我常常跟我朋友在讲 比如说 这个可能 我不晓得 现在就只是 讲一个小故事 就是说 比如说 像我的朋友 有的时候 他会说 甚至 不用我的一定要 我的朋友 我们就可能在聊天 然后你的直觉反应 的第一个 通常呢 就是你自己会做的 你自己会做的 你就会把它 当作是别人 会第一个去做的事情 因为那是你会 第一个做的反应 跟事情 那所以 我们就来讲 这样的是 Oh my god 我的train of thoughts 有点断掉 但是 所以我要讲 这个的原因 是因为 就是 我们有的时候 会以我们的角度 去看对方 但是 也许对方的 这个含义 跟意思 不是这个样子 那还是一样 我没有要劝你说 你不要讨厌这个人 什么什么的 No 你要讨厌他 还是可以 但是我们有的时候 还是给自己 留一点点怜悯之心 要不然我们就 变得跟他一样了 不是吗 Right 如果我们变得 这么坏心的话 有的时候我也会想 我变这么坏心 好像就跟那个人一样 不要跟这样的人 一般见识 对吧 即使他就是一个 真的是讨厌到不行的 但是 你有的时候 就是 他们把我们 变得跟他一样了 就好像 感觉好像 让他赢了的那种感觉 OK 所以 圣杯皇后的话 要你不要 还是要保持你的 温柔体贴 不要对人性缺乏 就是信心 然后 世界上面 还是有其他好的人 只是刚好碰到了 一个坏蛋 Right 以及其他 如果真的有人 对你冷眼旁观 然后让别人 这样欺负你的那些人 那他们也是一个帮凶 对吧 那 但我们不要变成像那样子的人 那这边下面 底牌是这个 金币骑士 我觉得 只要你踏实的做 你该做的事情 金币骑士 我觉得 它是一张非常好的牌 为什么 它是重承诺 而且 重目标的 只要 做下去了以后 它会有一个 是会得到一个 相对的一个 回馈的一张 一个骑士 所以 也就是说 它不达目的 不会罢休的 所以我相信你也是这样子的 不达目的 不会罢休 不要叫你在轻言的放弃 你所坚持的很多很多的东西 你不能因为这些人 欺负你以后 你就放弃了 你的一些坚持 你的一些梦想 你还是要必须的去 坚持下去 有的时候 这些坏的事情 都会变成你以后的养分 回头再看的时候 当下真的很辛苦 很痛苦 但是以后回头再看的时候 这些事情呢 你如果你是一个作家 你是一个画家 你如果走比较艺术的 这些人的话 哇 这些都是你可以 把他写成一本书 还可以赚钱的一个材料 那如果你不是这个艺术的 你即使没有 我相信他也是可以 让你变得更 更这个 坚强的 OK 的一件事情 OK 所以 好 我就不要再这么感性了 好 我们现在来最后看 你什么时候呢 会看到这个人 得到他该有的报应 还有老天什么时候 会还给你一个公道 因为我的时间 这个卡牌没有写时间 就几年几月什么 几年啦 所以 有可能今年明年 或者之后的某一年 还有就是大众占卜 所以我会抽三张牌 第一张已经写了 Timing is pushback 你看是不是 我刚刚一开始讲的 我说应该不是那种 很快就会看到 但是绝对justice会被serve 你这边都会看 后面就是follow一个start 但是目前第一张牌出现的是说 你的这个时间点 可能本来是马上会 这个人会得到一些 你马上可以看到 有一些报应发生 但是现在目前好像有点延迟了 OK 有点delay 所以第一张牌就没有告诉你 完全的时间点 我们来看第二张 第二张是new year OK 这个new year有可能是明年 看你是什么时候看到我的影片了 那这个这个是说新年的时候 OK 新年的时候 所以有可能是明年的新年 后年的新年 OK 是会发生在一个新年的 这样子的一个 哇 这个其实也蛮有趣的 因为新年的话 你看我这张牌是试者 也是一个新开始 新的能量 时也是一个最后的一个结束 跟一个新的能量开始 所以有可能真的是在一个年初的时候 最后一张 最后一张 什么时候这个人会得到报应 下一个重大的节日的时候 下一个重大节日的时候 有可能就会看到 这个人得到一个报应 下一个重大的节日的时候 这个感觉还蛮快的哦 OK 好 这个就是给二号牌组的一个解牌哦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哦 然后也希望你们能够早日 获得重生 然后脱离这样子的 讨厌鬼的这个枷锁 那如果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面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 订阅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谢谢你们的观赏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哦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OK 第三牌组 你的judgment 虐待你的欺负你的大坏蛋 他们的状态 目前现在的状态是什么样子的呢 欺负你的这些坏蛋 他们目前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子 目前他们是处于在什么样子的一个状态呢 三号牌组目前处于在什么 好快 这个好有趣哦 其实你有两张 我先看到这一张 后面才发现这张也翻出来了 这个是全账 全账 逝者 全账逝者 刚刚二号牌组 我的第一张牌也是全账逝者 我觉得因为也出现了这一张牌哦 我觉得你们可以去听一下 也许可以去听一下二号牌组哦 至少在讲全账逝者的这一张牌的时候 你们可以听一下 因为这个人有可能是处于在 全账逝者跟这个圣杯舞的状态哦 你们可以去听一下二号牌组 至少再听一下这个全账的部分 甚至整个二号牌组可以听一下哦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哦 这个人现在有可能是处于在圣杯舞的状态 那样我刚刚讲了 你也可以顺便去听一下圣杯 不是什么圣杯二 二号牌组的讯息 因为有可能有一些是要给你的 好圣杯舞 这个人呢 现在的状态有可能是这个圣杯舞的状态 也就是说他非常的失望 对很多很多的事情很失望 对很多很多的事情 就是不在他 他可能预想说啊 他可以得到某一件东西 得到某一个职位 得到某一个人 但总而言之呢 他所期待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呢 他都非常的 都没有按照他想要的那个方式来走 他现在目前就是处于在一个还蛮失望啊 还蛮绝望的一个状态当中 当然 圣杯舞通常我们一直在讲 就是说他其实并不是真的到一个那种低谷啊 很惨的一个地步 但是但是这个人会是一个会focus在 专门会把他的所有的专注力放在这样子 很很就一切不顺心不如意的事情上面 然后会就是比较有点钻牛角尖这样子的感觉 所以目前他的状态就是有一点在钻牛角尖 然后只看到他失去的 没有看到他得到的 那 然后 然后他所有所有的事情在他就发生的话 他都没有按照他真正期待想要的 事情 发展去发展 事情都不是按照他所期望的那个样子去发展 所以就是让他有很多很多的失望感 很多的这种不开心的感觉 然后就觉得人生为什么是这个样子 然后很黑暗这样子 OK 所以他目前的状态是这个样子的 就是很多很多的让他失望的事情发生 就他每做一件事情就 什么事情就好像不是很顺 然后好像就会失败 就是这一张牌就是一个失败跟失望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不停的在这种失败跟失望的这种 嗯 圈圈里面打转 因为刚刚还有一个权杖逝者嘛 我们刚才说了 权杖逝者又是一个新的能量 就是有可能他每一件事情就哇三分钟热度 很开心 做了一下下以后 然后他就觉得 然后他就不做 所以坚持力也是有问题的 OK 坚持力也是有问题的 所以你们可以去听一下二号 那因为我就不再重复讲 那么圣杯他目前的状态就是 一直在不停的重新开始很多的东西 然后呢就失望 每开始一件东西就失望 就是很多都没有办法达到他想要的 那么我们现在来看 他会得到什么样子的一个教训 这张牌也超怪的出来了 保健五 这是他会得到什么样子的一个教训 保健五 很多competition 非常多的conflict 这是给他最大的一个惩罚 就是真的是每一件事情他要做的就很不顺 这是给老天怎么会还给你一个公道 或者是说最大对他最大的惩罚跟报应的话 是这一张牌 保健五 保健五就是一个失败者 当然保健五我们也可以看是说 是这一个人在胜利 不是后面这两个 但是根据这一个 这一张牌的关系哦 我觉得他比较像是后面这种 颜面逃跑的这种人 就是只要对方比他强的话 他就坚持不下去 然后没有办法继续往下走 然后做很多很多事情 我们刚刚也讲了 他可能随便开始一件东西 然后他就失败 然后就觉得 怎么会这样 然后就是很失望 然后就是事情很不顺 那这一件这个也是一样 保健五 保健五的话跟权杖五的差别 就是权杖五还是可能有的时候是比较开心的玩乐的 或者是说这种是一个健康的competition竞争 保健五这个有的时候是会耍心机的 OK 会会会 就是不是只有他会耍心机 别人也会耍心机 我们现在就来看 谁的心机比较厉害 心机厉害的那个人就会赢了 其他的不厉害的就输了 所以 所以这张牌叫做win or lose 然后还有就是这张牌 有的时候他就算是赢了 也是一个短暂的赢 并不是一个长期的赢 所以他的这个对大的 最大的给他一个最大的惩罚 还有怎么样子老天会还你公道 就是他可能在做很多事情 第一个不顺 这张牌已经是说不顺 然后还有就是 有的时候他会以为他赢了 但是结果有可能赢了面子输了理子 这是第一个可能性 有可能真的面子理子都输了 那是第二个可能性 就后面这个 有可能 你知道这个就是还有 因为是保健 还有可能就是 这种在争夺的 争夺的时候呢 一定会有一些伤亡出现 还有别的可能有一些牺牲者 甚至可能是他自己 会受到一些伤害等等 你看五号的能量是非常强的 很多很多事情都是在改变当中 然后可能他现在非常多的很多的不顺 很多很多巨大的改变 这是对他最大的惩罚 就是很多事情都不能在他的掌握之中 然后可能他以为这个样子以后 哇 风势情况就改变了 然后完全是他不在他意料之内的 让他有点点措手不及 这样子的一个感觉 这是对他最大的一个惩罚 就是常常会出现一个让他措手不及的事情 然后害他要忙于对付 然后还有很多的这种 我觉得这个还有就是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争夺呢 也表示有很多竞争 OK 很多很多的竞争者 所以他不是唯一一个 哇 很轻松就可以得到一件事情的 他还要跟别人竞争 然后一旦有竞争 就一定会有输跟有赢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看 比谁的能力厉害 比谁心机重 心机输的 第一的那一个 就是 就是被淘汰 所以意思就是说 他因为他欺负你嘛 他可能心机很重啊 他可能是各式各样whatever 但是呢 心机重 还有比他心机更重重的人 OK 所以 这就是对他最大的惩罚 OK 恶人还是要有恶人来收 更恶的人来收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 给你的一个建议是什么 给你的建议是什么 对三号牌组呢 的建议是什么 因为审判这张牌呢 它代表着重生 所以不只是给你一个 还你一个公道 还有给你一个重生的机会 让你终于可以逃离这个枷锁 所以我们跳出来的第一张牌 是这个King of Pentacles 你的底牌是High Priestess 然后啊 你看 保健六 保健六这张牌 是你的后面这张牌 所以也就叫你要远离 远离这个事情 远离这样子的纷扰 然后 然后后面是这个权杖三 代表还有很多很多 事情哦 是值得你去向前看的 值得你去做等待的 重生 你看这是重生 我们刚才就在讲重生的机会 不过这还要一段时间就是了啦 因为 直接的底牌是这一张High Priestess 女祭司 给你的建议是 底牌是 给你的建议的底牌是High Priestess King of Pentacles 金碧国王 金碧国王是非常非常的实际的 踏实的 我觉得你呢 我看到金碧国王就想到 你就以钱为主 钱币为主 当然他也是说非常努力踏实的 不要想要走一些捷径哦 因为这个人可能也是很爱走捷径的那种 想要抢块 耍心机等等 结果大部分的时候都不如他所想的 不如他想要的那种方式去走 所以反而上你可以学到什么 就是 你要踏实的去做 好好的去做 然后呢 按部就班的去做 你一定会得到相对的回馈 OK 金碧国王 而且这个回馈是很好的回馈 非常大的 一个奖励哦 我觉得你可以得到一个很稳定的 比如说终于找到一个非常稳定的工作 或者是被一个很稳定的一个 一个会被会被那种 比较成熟稳重的那种上司看见你 比如说如果你这是一个工作霸凌的话 那如果是爱情的话 也许就会有一个 哇终于要给你一个 给你很多稳定的这种家的感觉 然后给你承诺的这样子的一个人 那当然这是给你的建议是什么呢 给你建议就是你也要变成这样子的人 你才能够去吸引到相同 跟你相同的能量的人来 对吧 我们讲吸引力嘛 吸引力 law of attraction 吸引力法则对吧 所以你要变成一个像金碧国王的人 倒跤实地 然后按部就班的去做 当然我们也不能说要完全以基钱为主啦 但是钱当然还是很重要啦 如果你有钱的时候还怕没有事吗 我好evil对不起 但是但是这是 就是你知道这是现实的 现实的这个考量嘛对吧 所以 you take it as it resonates 就是你对应看看有没有对应到你的状况 如果一旦你有钱了你还怕没有人会应付你吗 会就是应付 应就是应付 应是答应的应 然后帮助你很多很多的事情 好 high priestess 底牌是high priestess 这个是一个隐隐藏的能量 因为是底牌的关系 所以底牌这边high priestess 我觉得一切呢 我真的就是你知道公道自在人心 还有呢 公道也是天有在看 人在坐天在看 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high priestess有很多很多东西 就是在隐隐默默的在进行当中 你可能看不到这件事情 你可能真的没有 甚至我觉得有很多公道正义 是默默的进行 你甚至是不晓得有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了 也许这个人已经得到了他的报应了 我觉得出现high priestess 加上这个judgment 很有可能是这个人已经得到他要报应 只是你可能不知道 因为你现在来看 看影片表示 你希望这个人得到报应嘛对吧 但是有可能这个人已经得到报应 只是你不晓得而已 他可能外表还看了 好像光鲜亮丽还是怎么的 但是呢 其实报应已经默默的就来了 OK 但是这些事情呢 是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 OK 不是我们能够掌握的 而且你也不想要 这件事情是在 你知道因果循环吗 这个东西也不要 变成是你的业障 你可能你希望这个人 很多很多很不好的事情发生的话 也等于加重了自己的业障 也不好嘛 所以这个呢 就是让你不晓得有这件事情 他因为他有可能 做了对很多很多人 不只是只有欺负你 欺负了很多别人 也有不也有可能对吧 会骗你的钱啊 whatever 这些公益的公道的事情 但是这个high priestess出现的话 就是一切都老天有眼 老天有看见 而且呢会执行他的这一个律法 OK 执行他的律法 这些人会得到他们应有的一个报应 OK 我甚至觉得三号牌 如果你们最近常常看到什么 连着的五号啦 之类的话 OK 连着的五号 555什么之类的话 我觉得也可以是 你也可以把它当作是一个讯息 就是可能这一个报应是正在执行当中 或马上就会发生了 OK 因为我感觉三号牌组 甚至有可能 就是你现在想的这个人 已经得到他们的报应了 那我们来看一下时间点咯 我们抽三张牌 因为是大众占卜 所以我们来抽三张牌 看一看 什么时候会有出现这个报应 那第一个 我的牌没有写年 就几年 我有写今年明年什么这种 就是比较generic的 但是如果出现什么月份 就不晓得是今年的 还是明年的 还是后年的 还是大后年的 OK 所以你们时间点 你们自己看一下 只是给你一个想法的 让你知道 算疗愈吧 因为甚至我觉得三号牌组 很多你们是这个报应 是可能你们会不知道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是底牌 给你的一个建议 对吧 就是叫你也不要太执着 于这件事情 不要一直想要知道 因为这件事情 是不能在你的掌握之中 不能让你知道的 这个 This is out of your control 这个人有天在收他 所以你不能执着这件事情 OK High Priestess 你应该要这个 做你可以做到 做现在可以 能力所及的事情 把它做好 做到最好 February 2月 有可能 如果你是现在看影片的时候的话 2月等于已经过去 就我上传影片的这一段时间 今年 现在是4月嘛 那2月已经过 有可能是明年 有可能是后年 是在某一年的2月 跳太多 某一年的2月 然后 也有可能真的是今年2月 说不定 因为我们刚才讲了嘛 这个又是一个2 这里也是一个2 有可能是在2月的时候 说不定这个人 就已经得到一个 某一个报应了 OK 所以这个 也有可能是已经发生了 也不一定 但有可能是某一年的2月 再来新年的时候 New year 新年的时候 有可能就是明年年初 right 或者是后年年初 在一个新年的时候会发生 哇 新年的话 2月也是啊 因为农历新年的话 也是在2月嘛 对不对 好 第三章 还有一个时间点 什么时候会出现 这个人会得报应呢 哇 我真的 你们赶快去听2号牌 真的 我不骗你 你们去听2号牌组 这边是the next major holiday 下一个大的节日 为什么我这样说 这是一个下的 下一个大的节日 刚刚他们的时间点 也抽到了 next major holiday 下一个大 这个最大 比较大的节庆 节日 我记得他们好像也抽到 new year 他们也抽到 new year 所以你们有很多的牌 有点类似 就至少在这边 他目前的状态的这个地方 很类似 所以你可以听一点点 因为有可能你会 也有一些讯息是给你们的 12号牌组 好 这个就是给你们的一个 解排 希望对你们有帮助 也能够让你们 早日脱离这样子的一个枷锁 然后可以脱离这个坏蛋 然后不要再被他们情绪勒索 或者是影响到你的生活 ok 那么 也祝你早日能够重生 好 谢谢你们的观赏 如果你们有任何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都可以写在下你们的留言区 那也不要忘记帮我分享订阅 还有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我的影片 也可以顺便把小铃铛打开哦 那么谢谢你们的观赏 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咯 拜拜 拜拜